活是检验的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对不对 你说想成佛 然后让你干活 然后放不下 苦又怕 一直锻炼就是八个月 八个月都不理他 到那边捣你去 最苦之类的活 因为成佛第一个 就要克服的是自己 成佛的佛是圆满的 佛要你修什么 你要克服的是你自己 那个轮回的武浊恶事 都是你自己是导演 你自己造的 请问我们来地球 有人发邀请函给你吗 你出生的时候 有没有嘴里含了一块 邀请函出来 没有的 就甲宝玉才含了一个宝玉出来 你爸爸妈妈欠你的吗 没有的 所以要修行 要了生死 生死是你造的 你要了你自己 所以你看五祖和六祖之间 他们的对答就可以知道 所以发菩提心 就要发成佛之心 我们虚恩老和尚 最后剃度的一个 邵云长老也是这样 跟他同时去了好几个人 有个人等了都好几年了 最后邵云长老虚恩老和尚 给他亲自剃度 其他人都是课堂里剃的 有几个也不服气了 老和尚你都一百多岁了 你说不平等呢 为什么我们课堂剃 我求你 你都说 我老了 我不剃了 那今天你为什么要给邵云法师剃 邵云法师那个时候十几岁 十八岁 为什么亲自给他剃 老和尚回他一句 我欠他的不欠你的 还去问老和尚去的 那我们想想他为什么给邵云长老剃 因为邵云长老去求出家的时候 邵云老和尚问他 你为什么来出家 邵云长老跪了那说 我为求成佛 就为了这一句 邵云老和尚一百二十岁 快一百二十岁 亲自给他剃头 所以这里面三倍往生 都讲到菩提心 请问我们能不能发菩提心 恭喜大家 极乐世界通过了 去不去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很重要 但是你说 你放赖 你说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我是智慧浅薄 做好事也没钱 要做医工也没力 我也想去极乐世界 怎么办呢 哎呀 你看 那你不是为难佛吗 因为你虽然没有菩提心 佛是有菩提心的呀 所以还是会接你去的 你看做佛都难做呀 这个 当我成佛时 十方世界众生 以至成之心 相信喜爱 并渴望转生我的佛果 乃至只有十念一刻 除了那些犯忤逆重罪 和诽谤佛法的人之外 若众生如此而不得往生 我终不成佛 不但在阿弥陀佛拉你 请问释迦牟尼佛还要从后面托你 哎 有托有拉 有拉有托 你看 请问做佛是不是不容易啊 要求虽然很严格 但实际上 佛哪里有不渡众生的呀 佛哪里有一个这么美好的极乐世界 杜绝大家不去的呀 都是尽量的连托带拉带我们去 就是到现在这样子 就我们还不上道呢 托也托不去 拉也拉不去 对不对 阿弥陀佛成佛时节了 我们到现在还带托着 还拉还没拉去呢 对不对 要不要生惭愧心啊 哎 佛度众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这个想去极乐世界 修术善法都可以回向极乐世界 你要想去极乐世界 种种的障碍都会来 要不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些障碍能不能把你占住 要不要发 发勇猛的志愿 所以佛陀这种 热满世界火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 佛陀说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 充满大火 你怎么样 能不能挡住你前进的道路 必过要文法 根据带到西方去 樱花的朵开 花开无数亿 夜夜间无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679 护持护生 放生 超度 阴生 卫生 胎儿 生命电视 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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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个主题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个主题 这个第三个主题, 说明了这三个意义, 啊, with your physical body, and physical body, you can say. 那么接着第三个主题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呢,所具有三层的意义。 因为我们常常说,他们是达米尼。 平常我们讲两种的无我, 一个称为法无我,一个称为人无我,不特切若无我。 前面两个主题呢, are talking about no I, according to phenomena. 前面两个主题讲到,没有我,就是无我, 就是依着这个外在的这些镜像,这些现象讲无我。 这是法无我。 因为呢,所有一切的这些现象,这些镜像呢, 都是属于这个主刻,也就是能锁的。 那么这个客体呢,就是外在的这些现象,这些镜像。 那主体呢,就是这个意识。 那主体呢,就是这个意识。 因此呢,你学习到呢,就无我, 那么以这个外在的对境,这个课题,以及这个主体的我。 其实,如果你学习到我, according to phenomena, 那 naturally, 你会学习到我, according to self。 according to self? Individual, self or individual, 让撒给大家吧。 事实上呢, 当你依着这个现象界, 然后了解到无我的话, 那么在那同时呢,你也会去了解到这个人无我。 But, sometimes for practical issue, for the practice, for the personal practice issue, and that's why, even you already learn the emptiness of phenomena, or not I or phenomena, still you are focused, the learning emptiness of individual, and that's good for your meditation. 但是呢, 对于一个禅修者, 修行的这个课题而言呢, 那么重视说, 你已经学习了, 了解呢, 什么是一切外在现象呢, 是无我的, 那么这样的了知一切外在现象无我, 之后呢, 他进一步的呢, 再去做这个人无我的, 这样的一个修持跟了解, 这是有助于禅修的。 OK, and this is the emptiness of the individual. 那么因此, 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关于人无我的这个空性。 Or you can say, kāngsāka dāmei. 我们讲的, 所谓的人无我, kāngsāka dāmei, kāngsāka dāmei, kāngsāka dāmei, 不特切无我。 我们在这个祭送当中, 一样呢, 它包括三层的含义, 就是相对义, 然后生意地, 以及超越的这三层意义。 那首先呢, 刚刚我们今天念诵的前面的三句, 运句所成此色身, 畏物之死为肉体, 地随伏风所吸尘。 This is talking about your body. 这个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色身。 Body has everything, Body has everything, Body has everything, 这个身体呢, 拥有一切的东西。 Eyes, Ears, Nose, Mouth, 眼睛, 鼻子, 嘴巴, 等等。 Blood, 有些人读波洛心经, No eyes, No ear, No nose, No tongue, Nobody。 心经里面讲到呢 无眼 无耳 无鼻 无舌 然后无身 and somebody said how complicated is it? 于是他就想到 怎么会这么复杂呢? 为什么你不干脆讲 没有身体就好了 你不用一一地讲 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你就想 没有身体这样子 or maybe just say no head 或者就说 干脆讲没有头就好了 ear, eyes, ear, nose, tongue is all in the head, you know so similar here 对不起 就在这个地方 也是相似于那样子 Milajipa 以这个身体作比喻 but actually 苏吉蓬勃 苏吉蓬勃 means the aggregates of form 那么事实上呢 所谓的这个社运 我们讲社的一切社种籍 这个称为社运 means there's eyes, ear, nose, tongue, and body 包括了就是眼,耳,鼻,舌,身等等 而跟我同时也包括了衣 那也包括了 Spicy 也是 Ι的意识 眼和眼和鼻 眼和鼻子 也包括了五式 眼是耳是,鼻是耳是, 鹅是,擠是,身识 Normally you are thinking me, you know, based on this pungpo, this aggregate 那么一般,平常呢,当我们想到我的时候呢 最主要都是基于我们具有的这一个 这个社运的这个身体,说我 Your body and your consciousness together, you think me 当你的身体跟你的这个意识在一起呢,你想这就是我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Shirab How you can think of shirab is based on these aggregates 当你想到这个shirab,事实上是依于它这样的一个运 所成的这个整体 if there is no body of shirab and no body of mind of shirab then how you can think me? 如果呢 if you are not recognized as an of your body because here using body's example because body has everything 那么前面两句讲 运据所成此色身,畏物之死为肉体 那藏文里面讲的就是说 这个呢,进取的所成的这个色身呢 那么当你未了物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由四大而生起的 那么这边是以这个身体来做一个种的比喻 这个身体呢,它是由四大而组成的 for example, the earth is bone and flush 例如呢,这个地大呢,这是我们的骨头 rubadangshā rubadangshā 对,就是我们骨头跟肉这样子 and water is blood 那水呢,是血 and fire is heat in your body 那火大呢,就是我们身体中的体温 and air is your breathing or oxygen in your body 那么呢,风大呢,就是我们的呼吸跟oxygen 身体中的氧气 that's why your body is combination of four elements 那么因此呢,我们的身体呢,就是有这四大呢,所组成的 nāsādung al-delechung 所有的这些痛苦疾病也是由此而生的 because that we have pain 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你有痛 you have suffe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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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ot of problems you have无数的问题 if you cut your body,you have pain 如果呢,你砍伤你的身体,你会觉得痛 you are getting old 那么你会老 every day you are getting old 那你每天每天不断地在老 and you are develop wrinkles everyday 那每天呢,你不断地在制造皱纹 and you have to go to beauty parlor 那我说要到美农院去 spend a lot of money 然后花回很多的钱 I don't know it benefit or not 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帮助 maybe benefit for a few hours 也许呢,在几个小时之内呢,有帮助 actually you make more wrinkles by treatment from beauty parlor 也许呢,你制造更多的皱纹 ok 也许呢,你制造更多的皱纹 经过美农院之后,就制造更多的皱纹 like mushroom getting dry 就像那个香菇的那个后面那个军师一样 这样子,那个皱纱一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让大家伤心 我认为我竹母呢,是非常美丽的 她脸上呢,充满了皱纹 但是呢,她是非常聪明的 而且非常慈悲的 每一条皱纹呢,那都充满了智慧 and smile, and there's wrinkles here 每一条皱纹是 represents of the compassion 那么呢,她微笑的 微笑的所有的皱纹呢,每一条皱纹 都代表着她的慈悲心 所以她看起来非常地棒 always smile and kind for others 对人家非常地慈悲 but if you are not good within you even though you put here, what? red? what do you put normally here? 腮红 red? no root root here and red here 口红腮红等等 black here? 眼睛上面再画上眼袋一张 眼影 I see your powder powder 然后再撒一些粉这样子 面粉 那个面粉不是煮面的面粉 潘子 胜膜 计定...... clarify mean fosse 刚刚我们就前面讲说,如果我们自身不够好的话,那么纵使你这样子涂上了一大堆这些东西呢,到最后呢,也许你看起来就像个鬼一样 在我们的手指上呢,插上各种的颜色,指甲上 然后呢,留着长长的这样 I remember one story It's a true story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In New York When I was in New York, there's one old lady 当人母亲去纽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太太 Make appointment with me 她就是来见人母亲 And We have interview In the beginning of interview, she cried 那么呢,她来见人母亲 那么在见人母亲之前呢,她就一直哭着 You know, she cannot ask any question From beginning she cried 她就这样一直哭着一直哭着 她没有办法能够开口问答 And I told her, take it easy, okay, calm down 那么接着呢,就叫她说,请你来静下来,松下来 慢慢来 慢慢来,方轻松 方轻松, yeah And she clean in her 她就把泪水擦一擦 她讲到,我现在已经年老了 I have a lot of wrinkles here 我脸上有一大堆的皱纹 I don't like my wrinkles 我不喜欢我的皱纹 That's why Each time when I look at the mirror I saw my wrinkles 每天呢,当我照着镜子 我就看到我的皱纹 And I feel I'm very ugly 我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丑陋 Like Like very very dry mushroom 就好像非常干燥的香菇一样 My face is like dry mushroom 我像觉得我的脸 就像那个干的香菇一样 Then I feel very depressed 我就觉得非常的沮丧 这样 然后就产生了这种自我怨恨的这种心 因为这些皱纹的缘故 And sometimes I broke my mirror 有时候甚至我把镜子都摔坏掉 But Next morning I have to buy another one 但是呢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必须要再去买一个 But when I look at the mirror 但是当我看着镜子呢 The wrinkles are same 那皱纹呢,依然无故 What I lost is I lost my mirror What I lost is I lost my mirror 那我所失去的是我的那一面镜子 Then she asked me What should I do now 余生她就问了目前 我应该怎么办呢 And I tell her about meaning of impermanence 余生我就跟她讲无常的意义 And beautiful not beautiful is depend on how you look at 所谓的美跟丑呢 这是依于你怎么样去看待它 And I tell her Accept this situation is okay Becaus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mpermanence You are only expecting to have youth life You know young life Then you may feel right now you are terrible And you cannot have your old life enjoyment Maybe your old life enjoyment is better than young life enjoyment Who knows 好 那么就讲呢 事实上呢 现在的这个状态呢 是还好的 那么呢 但是呢 如果你呢 你只是一直期盼着 你的年轻的那样的那种 时候的 年轻的那样的状态的话 那么呢 可能呢 你自己呢 就会觉得 我现在已经老了 我现在越来越丑了 等等的 那么呢 也许你现在年老 你年老的这个状态当中 你自己的那个享受呢 也许反而会比你年轻的那个时候 会更加好的 Because sometime When you were young You can do something There's a lot of possibility You cannot do When you have become old But when you have become old You can do something You cannot do When you were young 因为呢 事实上 当你年轻的时候 那么呢 那时候呢 有很多事情是 你没有办法能够做的 因为那是年老的时候 才做得了的 那么当你到了年老的时候呢 那么 你想着很多的事情 那也是年轻的时候 才能够做的 But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is situation the impermanent and you cannot accept the impermanent then you cannot enjoy what you have 但是呢 如果你不能够了解到 这样的一种无常的现象 这个无常的状态的话呢 那么可能 你就没有办法 能够去享用 或者是去享受 当下的那个情境 and she said how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think about it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 我回去想一想吧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谢谢您的建议 然后这个会谈时间只有五分钟 然后她就离开了 I haven't met her for one year 然后之后呢 足足一年没有见到这个弟子 and then after one year later I've been to the same place and she also make appointment with me 那之后经过一年之后呢 能够又到了同样的那个地方 那么她又再一次的来见能够前 she said Now I'm much happy 她讲的 我现在比较快乐 I'm not more blocking the mirrors 我不在呢 摔我的那个镜子 and she said Now she can accept 她讲的 现在她能够接受的 she's quite happy 她非常的快乐 非常地高兴 not非常 quite happy OK 快乐 快乐一点 She said I'm happy OK 她讲的 我现在比较快乐 I don't know but she didn't say I'm very happy OK That's why your body is combination of four elements 因此呢 我们的身体呢 是由四大所组成的 and this body what we call impure body come from ignorance 那么这样的身体 我们称为不清净的身体呢 它是由我们的 由我们的无名而产生的 to na laku sung ju de tamal shenpa dhokpatsi now second meaning with your body 那么接着讲呢 物后即是双运佛 这个记不是记 是记 能吹凡事重执着 那么这边讲的就是 生意地的意地 如果你的身体是不普通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一般平凡的身体 因此,你的身体是一种智慧身 因此,它就像是本尊,像佛 那么,这边所谓的双运,这个双运,双龙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空以及像的双龙,就是形象的双龙 因此,你的身体就是本尊,就是佛 就跟佛的身是一样的 他妈的身体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身体是一样的身体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身体是一样的身体 如果你能够这样了悟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斩断 执着这个摄身只是一个平凡身体的执着 因为,如果你的身体是一样的身体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一样的身体 那么,这样的一种不清静的认知 或者不清静的感知,它就会去产生 一种不清静的身体的现象 产生身体中的气,或者我们所谓的能量 所谓的脉、明点等等 它成为都是不清静的 于是,这个就叫我们束缚在轮回中 这是第三个意思 接着讲 究竟生意不可得 欲如无云之清空 这个讲的就是第三层的这个意理 在这个究竟意而言呢,没有所谓的不清静的身 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清静的身 因此这边讲的这个身意不可得的这个身呢 它也没有所谓的清静的身 也没有所谓的不清静的身 Dindal Kadar Tako Sung means it's like blue sky with sun shining without cloud 那么呢,它欲约无云之清空 比喻呢,就如同这个蓝色的清空一样 没有任何的云意遮蔽子 就是所谓的法身 就是所谓的法身 法身的身体 现在呢,是主要教授的第四个部分 and this is talking about hope and fear involved with the ghost not only ghost here, the ghost are kind of like example 那么这边最主要讲到有关于我们的希望跟恐惧等等的 包括了所谓的鬼 这里面事实上不单单谈的是鬼 它只是一个例子 这里面的就是鬼 有关于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都会有关于我们的灵状 是一切使用的 在我们的灵状 我们的灵状 在我们的灵状 我们的灵状 都可以用我们的灵状 这个记者呢,讲 男女妖魔极罗刹 为物之时为魔怨 能作各种中断账 物以妖魔成父法 能与各种之成就 究竟一中磨一空, 所为穷尽分别处 因为无数的希望跟恐惧, 为我们额外的制造了无数的问题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所以这机会是会这样的意义 所以如果能够R得手工一样 所以如果是一个修行者,对修行者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让你的各种期盼就放下,不要太在乎它 这边有个例子,你的见地需要是毫无畏惧的 因此你的见地必须是非常稳固的,非常广大的,非常强有力的,广大如虚空一般 你的行呢? 必须要是非常维系的 就如同清歌麦粉那么般的维系 如果你具足了这二者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优秀的 什么叫做无畏惧的见地呢? 因为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都源自于你的心 因此呢?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那些魔鬼有什么好去在乎的呢? 他们都是空性的 那么对于恐惧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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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也是空性的 我说谁在乎呢? 这个字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什么都不在乎 但是它的意义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意义是可以的 对于这个轮回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因为轮回呢它也是空性的 轮回呢它是法身 那么对于生跟死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它也是空性啊 没有人将会是死亡 它是无生的 因此死亡它是空性 因此死亡它是空性 所以众使魔王到了这里 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嗨魔王 你好 嗨魔王 你好 你怎么样? 你吃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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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真正的有这些东西它是存在于外境的话 那么真的是会造成一些问题 但是呢? 因为这些只是你自己心的一种领受而已啊 因此呢? 所以有一切它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呢? 痛苦也不是真实的 但是呢? 我们却制造那些不需要的不必要的痛苦 而且呢? 而且呢? 我们把自己呢? 放到那个痛苦的海中 那么这些不需要的这种种的痛苦呢? 它却令所有这些梦中的众生在痛苦着 但是呢? 这就是见地 但是呢? 但是呢? 你的行呢? 不要这样随着你的见地 这意思是指的 如果你想说一切呢? 都是空性 那有谁在乎呢? 没有所谓的恶业啊 所以呢? 我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 杀其他人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呢? 没有那个人 也没有所谓的恶业 也没有杀人者 那就代表着你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到空性的意义 你落入了这个断见当中 因为呢? 你认为所谓的空性就是空无所有的 空性呢? 它不是一无所有 不是虚无的 空性呢? 它是一切的 所以一切呢? 它是空性的 因此呢? 是双隆的 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修行人 他呢? 在一个山洞当中在禅修 禅修空性 全部都空性啊? 一切都是空性 一切法是空性啊? 一切法是空性啊? 但是事实上呢? 他并没有真正认知到空性的意义 但是事实上呢? 他并没有真正认知到空性的意义 所以当他在禅修的时候呢? 有很多很多的老鼠 在他的山洞里面 而且他们非常的调皮 跑来跑去 他实在是很讨厌那些老鼠 他就想着要怎么办呢? 心里面呢? 他就生起了憎恨 对那个老鼠生起了憎恨 有一天呢? 就当他在禅修的时候 有一只大老鼠呢? 就跳上了他的桌子 他就这样子望着呢? 哈哈 你看着吧 他就慢慢慢慢的伸手 我去拿他的那双大鞋子 慢慢的举起来呢? 然后他就讲呢? 老鼠啊 你是空性的 然后就拍了下去 就把那老鼠打死 死亡也是空性的 这个恶业也是空性的 这个恶业也是空性的 我也是空性的 你需要这个样子 然后他就杀了这只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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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见地 所以他们认为 空性呢? 这是一无所有 然后你的行为呢? 就追随着你的见地 然后就完全成为一种错误的见 虽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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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见地 你已经证悟到 所有一切的现象 都是空性的 但是你的行呢? 它必须是非常谨慎 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细微的意思呢? 虽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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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地去断除这些恶业 虽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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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虽然呢? 供养佛法身 帮助其他的有行众生 要修持六波罗蜜 因此你的行为 必须非常精彩 非常维系的 再一次的要讲 不要把你的鉴定就随着你的行去 意思是 你对谁的对跟错起的惊恐 应该是应该这样的 不要想着 一定要这个样子 一定不能够这个样子 那边有佛法身三宝 那边有鬼啊 杏人那边 也许是安住在树的那个鬼 还是水鬼 或者是岩石中的鬼 或者是山鬼 那里面有个洞穴呢 小心一点 也许那里面就有个鬼柱子 有一个魔 我想可能是风水有问题吧 糟糕 昨天我忘了供养 拜拜 为了帮了拜拜 我现在犯了很大的错误 那怎么办呢 爹人那是并不能够 holog点 爹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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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哈哈哈哈 小 desenvol 你な 你觉得 也就是说,当你的见地随着你的行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陷入到恶缘,对错好坏这样子 这样子也是不好的 那这样子也是不好的 不良是你不能够达到的自由, 可能是好为了双萨萨, 如果你知道, 正如帮助别人是好, 或是坏的, 那是好为了双萨萨的幸福, 但你不能够离出双萨。 那么这边所谓的不好呢,指的是, 它是没有办法呢, 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轮回中得到解脱的。 也许呢,这样子的行, 它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世间法上的一种快乐, 但是是没有办法能够超出这个轮回的。 因此呢,在这边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是, 让我们的见地跟行结合在一起。 所以不要想太多有关于鬼魔这方面的事。 。 其实,如果你想太多有关于鬼魔这方面的事, 那么到头来就会变成好像真的有这样的一种鬼魔, 有某一个这样的鬼魔呢, 那么它在真实的伤害你, 或者它在帮助你。 就会造成一种好像真实的这样的鬼魔。 事实上呢,是你这个鬼魔的这个意念,这个想法呢, 产生造成的那个魔,那个鬼。 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边有一个例子。 你呢,跑着呢,想要躲开你自己的影子这样子。 然后你看到后面的那个影子呢。 后面有一个大的鬼一直追着我。 而且颜色是黑色的。 看看就在那边。 看看就在那边。 然后就很害怕的。 然后就跑。 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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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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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年早前山上整好的海中的哪pered。 你 stilt心。 我们 CT 她的亲密其實炉は 所以沿择中和鸟群横狂。 很逃跑。 以前 Лю fer, Kensussy 3 他四十二十三年。 感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举办 八观灾界即佛学讲座 日期5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 八观灾界 护生即蒙山师师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将法师 赞同法师组法 下午2点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院 主讲 赞将法师 地点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信心区 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义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智业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梁黄宝燦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7月27日星期六 至7月28日星期日 8月3日星期六 至8月4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礼拜梁黄宝燦 8月4日下午2点 普斯甘露法池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下旬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义共睦福恩 法会设有 普斯甘粮及白米组 请提早来电 恰询登记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